欢迎回到中国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在济南带您品尝的是台湾味 在台中的板斗大王新天地餐厅 是台湾唯一的上市餐饮集团 2009年开始进军到济南 跟当地的餐厅一起合作 主打的是粤菜跟台式海鲜 最特别的是一般用海鲜料理做海参 是用干货来做 不过在这边能够尝到新鲜活的鲜海参 味道特别的鲜美Q弹 最大品牌进出的万达广场 年轻人周末打发时间电影院 这里是人坊地下街幼教女人 间女生最爱的小视频 在这边都找得到 临近济南最热闹的商圈 更在暴徒泉公园等景点旁 这家鲁能新天地其实背后来头不小 过去在济南是老牌的粤菜餐厅 2008年和台湾的新天地餐饮集团合作 双方各占股一半 从二线跟三线这个地方来做开发 那么因为大陆的这个二线跟三线的 这个城市的这个经济起飞 正在这个蓬勃的发展 那整个餐饮市场 也有一个很大的潜力 手气抢探一线城市 看重二三线城市的潜力 并且和当地的业者合作入股降低风险 建立实力的台中新天地餐饮集团 60年前只是鱼港旁四张逐桌的路边摊 到今天是台湾第一家挂牌上市的餐饮集团 2010年的营收就高达8.83亿元 在热闹市中去商品玩 我要带你去探访的是济南台湾味 服务员新鲜白虾给我半斤 当年台湾的老板 就是靠着卖海鲜料理起家的 所以现在海鲜也成为他们的正店之宝 像我背后这些活跳跳海鲜 就多达30多种 几乎成了小型海鲜鱼市场 现挑现煮 另外也因为台湾老板入股 让这儿的料理很有台湾味 台湾人比较喜欢吃海鲜 这些是鲜活的海鲜 这是活的海鲜 因为我一般在台湾都比较多吃到 那种干的海鲜去发它的 这是哪里的海鲜 这是焦东的 焦东的 那怎么看它那个海鲜的品质很好 海鲜品质比较肥嫩的 比较多吃的 一般海鲜特性 离开海水不到八个小时 就无法存活 不方便运输 因此通常制作成干货 在济南因为临近焦东港 才能尝到最新鲜的海鲜 简单处理斜切片 让海鲜更容易入味 这个海鲜不要烫得太过 烫八成熟左右就好了 太老就像橡皮筋 太老了好像橡皮筋这样 就咬不动了 它就要咸 另一头准备酱料 加起来跟台湾的做法 台湾那边的大厨 出来这边 焦炸的 我们是这样做的 首先这个油要烧高一点 炸到青黄色的大葱段 空气里弥漫浓浓葱香 加上特制高汤 和海鲜快速拌炒 高温让海鲜更容易入味 新鲜海鲜Q弹带进 充满葱香和鲜味 除了少见的生海鲜 这里还有我最爱的螃蟹 台湾人比较喜欢吃蟹 这是毛蟹吗 对对对 这是毛蟹 怎么挑它这个毛蟹 毛蟹呢 这个一抓起来 这个钳比较展开了 你看它这个钳子 还一只抓两只蟹起来 这个蟹就证明是 比较生猛 所以说吃起来比较原汁原味 生猛毛蟹就要吃鲜味 不用太复杂的调味 所以这个螃蟹要怎么料理 这螃蟹是香蟲 香蟲 吃起来没有那么辛也不要香 经过原汁原味 稍微过油 稍微过油 过了八成熟 再放姜汁上 不要做到它筋好色 把它做出来就不要香 这样的叶子家也没那么辛 酱蒜去腥 抢高温锁住蟹肉鲜味 瞧黄澄澄的蟹黄 鲜美的蟹肉 真的让人一吃上瘾 这里的消费模式 除了单点的台式海鲜味 还能选择台湾人最爱的吃到饱 雄青的海鲜 热腾腾的川菜水煮鱼 甜点水果超过百样 它这里自助餐 屌爆了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价这个挺值的 而且很有特点你知道吗 种类挺丰富的 无论是这些肉类的东西 还有这些海鲜类的东西 还包括这些寿司 但是真是一顿饭 可以吃到很多东西 不过吃到饱的百样菜色中 除了海鲜 还有一道很超值的必吃美味 就是这里的烧鹅 和台湾新天地餐饮集团合作前 这里专卖道地粤菜 我今天要带你去拜访 全济南最厉害的烧鹅达人 你看到他们这个烧辣区 从门口就可以看到 这么多烧鹅了 小杨师傅吗 你好你好 过去粤菜餐厅 一天会卖到将近50只鹅 现代餐厅改变菜单 虽然数量少了 但美味不减 这一只烧鹅就需要 十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 把特殊调料放进鹅肚中 让鹅肉入味 我看师傅你看 他手好快 像帮这个鹅马杀鸡一样 师傅你现在是要做鹅肉气球了 对 为什么要打气呢 因为它皮 保持它皮的干度 保持它皮里面的干度 然后马上过水 马上穿烫 轻轻烫两下就可以了 烫完之后又要泡冷水 脆皮水这样子 让它那个表面会比较脆 对 这里面是不是加了醋啊 我都闻到那个酸酸的味道 有醋油麦芽糖 最后整只鹅自然风干到全干 才能准备进烤炉 快快 现在往上进去 进去烤炉 这烤炉温度 大概都要保持在几度啊 那要是200度 250度左右 200度 200度那烤多久呢 烤45度左右 终于好了 好香哦 而且它那个整个鹅肉很饱满 好漂亮这样 你看这个鹅油这样子流下来 是不是就像你的口水一样 哇 真的已经火不及待了 看起来好好吃哦 对 烧鹅里面哪个部位最好吃啊 鹅腿跟鹅胸肉 鹅腿跟鹅胸肉 对 为什么是这两个部位 那个鹅油比较嫩 比较嫩 对 这个地方不是不晒太阳的 可是一般像鸡胸肉吃起来 是最干的地方 可是鹅胸肉 反而跟鸡胸肉不一样 不一样 对 香气逼人 四个是可以吃的 吃一下 好汁哦 它的鹅肉完全不柴耶 那你再吃一块尝一下 这个料看一下 原味就很香耶 不会说没有味道 鹅肉很棒 怎么说呢 它这个鹅肉 比较痰的感觉 当台中的半桌大王 遇上济南的粤菜老店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看看客人们一边大蛋海鲜 还能尝到各种烧辣味 脸上那种满足的表情 就是最好的答案